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st 今天要跟你们讲话题 就是说旅游怎么省钱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一年至少旅游一次 或者有些人或许几年旅游一次 但是每一次旅游的话没有规划好 你可能会发掉很多很多的钱 第一个我个人建议 想要旅游上面省钱 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旅游达人 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的旅游方式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每一天早晨5点就起来 洗完脸,吃完早餐 冲出去做好多好多activity 就是做好多好多的活动 然后到晚上9点多10点多回旅店 再吃个大餐以后睡觉 再睡个五六个小时 第二天又冲出去旅游 这样子的话 他就有一种很棒的充电方法 还有觉得他充了一个店 旅游的很开心 有一些人像我 我的旅游方式我喜欢坐游轮 说游轮的话呢 我就觉得说可以睡到自然性 然后在上面慢慢的吃喝玩乐 然后等我吃饱喝足以后 在某个港口停下来 再跟着当地的导游坐在车上 慢慢的带我看一些地方的东西 慢慢的就好 我很喜欢慢旅游 然后我在旅游上我要休息的足够 如果是很累的旅游的话 就算旅游完这一次我回来会觉得说 我真的快累死了 我宁愿说 我宁愿就说自己没有去过这个vacation 因为这个旅游会让我更累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旅游大人 才可以把这个才可以安排自己旅游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我这个钱白发了 或者不开心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旅游 就是为了让自己去开心 好吧 当你知道自己怎么 什么样的旅游会让自己开心以后 你就可以去安排你想要的旅游 那如果是信用卡方面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用CAPITAL ONE CAPITAL ONE这个卡 这个是我说的是美国的信用卡 但是我相信它在世界各地也是 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CAPITAL ONE这个卡呢 它是没有Foreign Transaction Fee 就是没有国外手续费 当你们在国外的时候刷卡 有的时候它会收你一个3% 甚至百分之更多的 就是国外出警的这个会 怎么说呢 就是等于是国际刷卡的这个费用 然后呢 可是CAPITAL ONE这个卡 你不管在哪个国家 它都不会收你这个卡 然后呢 你们可以申请一个Charlie Swap的ATM卡 这个ATM卡的话 它是很多时候 它是不收你ATM费的 不过中间还是有一些条条款款 它会reimbursed给你的 然后中间你是怎么样 你还跟你银行去联系 所以一个Charlie Swap的卡 它是不会收你的ATM费和一个CAPITAL ONE的卡 它是出警的话 你一时有的时候没有现金 或者有的时候用卡比较方便的话 你用CAPITAL ONE这个卡 CAPITAL ONE的卡 我记下来叫CAPITAL ONE Venture Card 这个卡是不会收我们的 我每次出国旅游 我都是带这个卡出去去刷 那第二个就是找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票的时候 可以货币好几家 我一般会用这个CAYAK 这个APP 就是或者你可以直接去CAYAK.com 直接上这个网 它会给你所有的机票对比出来 每一家航空的目的到达地和你出发的地方 它会把所有的航空公司列出来 然后你可以选最适合你的或者最便宜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公司会推出一个HAPPY HOUR 就是星期二或者星期四 因为星期二星期四很多的时候 航空公司是最便宜的订机票 那相对来说 周末或者长周末这时候去订的话是最贵的 所以如果你们订机票的话 你们可以万前万后推几天 对比一下 然后有时候真的会省出几百块钱 我说是几百块美金 那还有就是订酒店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订hotel 有时候可以去airbnb.com去试试看 有没有人租的更便宜 或者可以去一个网站叫lastminute.com 这个就是最后一分钟 翻译成中文就是最后一分钟 last最后 然后minute就是分钟 lastminute.com这个网站 看一下有没有好的deal 那如果你们想要整个package都要 都是有这个折扣的话 你们有时候可以有一个网站叫travelzoom 就是travel就是旅游的英文 travel 然后zoom就是zoo.com 这个网站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就是有时候它会有 每个星期都有一个top20peak 就是头20名的 然后我经常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deal 像我有一次就记得看去冰岛旅游一个星期才499美元 包机票 包住宿 包吃的 然后有时候去夏威夷包机票 包邮轮 什么都包的才700多块钱 然后还有单地的导游 然后有一次我去秘鲁的时候 我记得是好像是一个星期 包机票 包旅馆 包导游 还有包吃的 也就是900多块钱 都是在这个网站上面订的 所以我很推荐travelzoom.com 然后还有如果我们是自助游的话 在很多地方 我们会去想吃一个很好的当地的食物 比如说有名的牛排 或者是当地有名的一个 就是自助餐 但是要知道特别像自助餐这些东西 或者有名的店 它很多时候中午会比 中餐会比 比晚餐便宜好多 像自助餐有的中餐 比晚餐便宜一半都有可能 当然菜色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同 但是很多地方有lunch special 所以如果你们一定要去尝试的话 一天尝试吃一个大餐 我们可以在中午的时候 去尝试这些比较好的餐厅 有时候午餐 大部分时候午餐 会比晚餐便宜个百分之二三十 甚至一半都有可能 这也是一个省钱的方法 然后晚餐我们就随便吃一下 这只是我个人建议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买一些旅游卡 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门票 就是一个星期所有地方的景点的门票 然后放在一个package里面 然后卖给你 或者说如果你有学生卡的话 特别在美国旅游一定要带上好多好的地方 给学生或者给老人都有一个10%20%不等的折扣 下一个就是在选择旅店上面 hotel酒店上面的话 你们要知道的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说你选择的打个比方在纽约 如果你是去你来纽约旅游的话 那如果你在曼哈顿第九间的话 至少最便宜的都要300以上一个小房间 我说的是只要是比较像样的旅馆 可是离他一河之遥隔壁 New Jersey就是中文叫新德西州 然后英文叫New Jersey 你们只要做一个path就可以过去的 那边只要100多就可以住到很好的旅馆 就是或者如果你们开车的话 就是过一条河就好了 有时候就是选择郊区 不要选择在市中心住旅馆 然后这个郊区最好是在市中心附近的 像打个比方纽约和新德西州的话 做path只要10几20分钟 然后再远一点30分钟就可以到 那你每天花一点这个时间 在New Jersey住一个很舒服的旅馆里面 还有游泳池你们也可以享受一下 但是如果你在曼哈顿 可能住的就是很小很小的旅馆 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 至少就要200多300多起价 还得不到你们想要的那种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飞机 如果你们可以早晨很早很早上飞机 或者晚上很晚很晚上飞机的话 这些机票这些时候的机票也是相对比较便宜 如果你愿意为了这些牺牲一点自己时间的话 还有一个网站我非常推荐 这个网站是Google Flight 就是谷歌的一款软件 一个网站叫Google Flight Google Flight的话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看你下一整个月 有时候两个月 哪一天的机票最便宜 它会整个列出来给你 然后可以对比 它是整个一个chart 就是一个表格 然后你可以看 我曾经回国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我假期一 就是说可以比较flexible一点 然后我们就 我就上Google 如果我是单天离开的话 那个机票是900多 可是我只等两个星期的话 那个机票是500多块钱 而且要是一个星期二那一天 于是我就抓住了那一天 直接跟公司请假 请完假 我就可以在那一天回去 我一下就省了400多块钱 就看那个chart真的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Google Flight 你一定要去用电脑上 这个Google Flight 就是Google就是谷歌 然后Fly就是飞的意思吗 飞 所以就Google Flight.com 或者你们到Google.com里面 然后就在那个search栏里面 输入Google Flight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 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Trip Advisor 或者Field Trip 这些都是App Trip Advisor是一个网站 就是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他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几点 有什么好的东西 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你们可以再提前做一下准备 比如说知道某一些地方的门票是多少钱 然后还有一个App叫Field Trip 它这个就等于是完全像是导游式的 就是告诉你说去哪里玩 然后在你经过某一些地方的时候 他还会提醒你 说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你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折扣的 或者打折的信息也会给你 所以如果你特别是如果你们来纽约的话 你们一定要用这些要用这些App 还有一个叫Yelp.com 这些都是告诉你哪里有好吃好玩的东西 甚至有什么活动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利用 好吧 今天旅游的省钱的一些小秘诀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 按下订阅点个赞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联系了 我这个频道大部分90%做的都是跟极简和省钱 理财有关的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